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看在经济业务变成 会计记录里面 第一步非常重要的 会计凭证的行程 那这个时候就会引入一个很专业的词汇 叫做会计分路 会计分路呢实际上它代表什么含义呢 它就是通俗一点点就是什么 就是当你经济业务发生的时候 我把你这个经济业务给你拆分为会计语言 就是你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资金的使用结果是什么 那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的结果 对应的账户分别是什么 以及我们应当在每一个账户里面 记录多少金额 我给你标明出来 在记账凭证上填写 显示出来 那这就是会计分路 那这个会计分路呢 那你会注意 我们在做这个会计分路 它尤其是会计记录的第一步啊 那这个时候就会非常非常关键 有几个要确定的东西 第一个要确定的 当然就是这个经济业务 是不是属于企业这个主体的 那第二个呢 如果是的话呢 那是不是应该在今天我来把它记录下来 那如果是今天要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呢 就要考察就要分析一下这个经济业务 它的资金的使用结果是什么 资金的来源是什么 那就要去找出来它对应的账户 那这是找出来以后呢 还要确定他们俩相互的对应关系 这些账户呢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呢 还是一对多还是多对一 也就是资金来源方跟资金使用的结果 是一对一吗 还是说你有一个资金来源 但是有两个资金的使用结果 你要把这种对应关系给它找出来 找出了对应关系以后 对于每一个对应的账户呢 你应该填写多少金额 这要做一个确定 那这是在会计分录作为会计记录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后面的会计处理 是不是正确 那这个是基础 那会计分录我们有简单的 那就是有两个账户构成就是简单的 就是说一个经济交易是影响到了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来源的账户 一个资金使用结果的账户 两个那这是简单的 有的比较复杂 超过两个以上的账户 那这个就变得比较复杂 那在编制会计分录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有格式的要求了 然后再来考虑资金的来源的情况 贷方账户的情况 那有的时候呢 为了把借方和贷方分得比较清楚呢 我们在记录的时候 借和贷要错开一格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你买了一批材料 价值四万块 这个时候呢 材料我已经拿到了 钱还没有付 我们先不考虑增值税啊等等 这些税金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济交易发生了 这个经济交易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首先面临是要判断 我这个经济交易是不是我企业的 那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来判断呢 我们就涉及到原始的证据了 原始的凭证了 你比如说采购的合同呀 然后对方给你开的发票呀 还有运货单啊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确实是你这个企业的 那确定了以后 那我们再来分析 这项经济交易资金的使用结果是什么 资金的使用结果 就是你手里面拿到了一批材料 这个材料呢 四万块钱 那资金的来源方是谁提供的呢 是不是企业 企业外流入到企业内 那大家注意 这个企业外流入到企业内 只有两种可能啊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债权人 就是别人借给你 第二种可能就是 所有者投入进来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有没有别人借给你 和所有的投入的情况呢 由于你是向供应商采购货物 货款没有付 那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这是别人借给你了 那就是意味着 行程有一项资金的来源 是一项债权人提供的 那我们这里给他一个名字呢 去找一找 会计科目里面 会计账户里面 对应的有一个叫 应付账款 这是供应商 对应的就是你欠供应商的钱 好 借方 贷方 分别都识别出来了 那接下来就要看 金额是多少 4万块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我们记录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如果手工机账的话呢 就有这个要求了 现在是计算机系统的这个就没有那么严格 借在一行 带在一行 带那个那一行呢 带字要比借字要错开一格 有的时候错开两格 是为了表明比较清楚 那最后记录完了以后 形成的会计分录 形成了以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记录到这两个账户 它涉及到两个账户 原材料账户和 应付账款这两个账户 那我们在记录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是要同时记录金额 在借方 原材料的借方 我们记录的4万 同时应付账款的贷方 也记录了4万 那大家注意 这两个金额是对应起来的 一一对应起来的 这个金额是相等的 这种记录方式呢 你可以看看 跟 如果我们直接对资产等于负债加所谓的权益 这三个要素 直接来记录的一个不同在哪呢 你可以看到 在之前如果按照资金的使用结果 也是原材料 但是我们这地方写了一个4万 资金的来源 由外部提供的应付账款 4万 那用通过各种账户的方式来通过会计分录 记录 相比我们直接去变化 资产负债 所有的权益这些要素呢 就能够把很复杂 而且发生很频繁的经济业务 给它很详细的反应